未来世界,头颅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有钱人可以不断的更换头颅 而穷人却只能顶着无头的身体尽量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年,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很有内涵的奇幻短片 《无头男人》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 人们需要花钱购买属于自己的头颅 头颅也成为了类似衣服一样的穿戴品 随时可以更换 男主废游普世就是一个无头的普通人 他站在窗边眺望的时候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原来是一封信 怀着弹态的信 他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两张音乐会的票 再看看桌上那张女孩子的照片 男主拿起了电话给新的女孩打得过去 本来他还担心女孩会拒绝自己的 没有想到对方同意了 让男主欣喜望风 并记下了约会的地点和时间 开心的男主在屋子里面跳起了舞 可开心之后 却有一个麻烦问题需要他去面对 那就是自己需要一个头颅 不能用这样的面目去见女孩 所以男主下楼走在销售的街道上 最后来到那个售卖头颅的商店内 此时正好有两个女人走得出来 两人竟然一模一样 但他们看到男主后 瞬间从笑脸变成了不屑 然后快步离开了 老板看到有顾客上门很是开心 他先帮男主测量了下头的尺寸 男主表示我没有太多的钱 但因为要去约会 他必须买个头颅 让自己看起来好点 所以希望老板能够帮自己选选 老板说只要你有钱我就能找到你想要的 老板爬上了货架拿了三个箱子下来 里面都是一些头颅 当然上人的嘴巴上都说 我的东西最好最漂亮 不过还需要试试才知道 随后男主来到了市头间 这里正好有一个是昆德 男主可以进去试试 换完后男主忐忑的走得出来 他的面盘变成了一个大叔的模样 男主抚摸自觉的脸 看着进去的模样 似乎还不错 但这个头好像无法追到男主想要的微笑 整个脸看起来僵硬无比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便宜的 而此时正好有个女人换好头走得出来 对方身材高调且自信 和男主比天差地别 显然是个有钱人 此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开口的时候我都震惊了 因为从这个年轻女人口中发出的 尽量些个老夫人的声音 果然人不可冒相啊 眼见这第一个头颅不满意 男主换上了第二个 但这个头的尺寸似乎不太对 所以老板帮他调整了下 然后还稍微修整一方 老板有枪划掉的说 这个头真的很适合你 但这个头依旧无法做出男主想要的表情 他不想用这副模样去建议新衣的女孩 最后男主还是买下了第三个箱子内的头颅 然后来到了街道上 想要学问路人 哪里可以买到鲜花 不过大家似乎都不想理会他这个没有头的人 最后还是几名大汉说 那边有卖花的 男主才找到 不过想说一个卖花的都有头 男主这样的普通人却没有 那真的是有点长 随后他来到了餐馆 看到了女孩在餐桌上等自己 他急忙来到了卫生间准备将头放上 这是一个很精神的黑人小伙 不管是样貌笑容什么的都很不错 男主很满意 可最后他却发现 头和自觉的手 皮肤完全不匹配 这就很尴尬啊 但这也是他唯一能够买得起不错的头颅了 难过的他最后直接摘掉了头颅 准备用真面目面对女孩 女孩接过了男主生的话 然后看到音乐会的票非常的开心 显然女孩是喜欢男主这样坦诚的人 两人漫步在夜色下 显然是准备去看音乐会了 当然他们的故事应该会继续下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从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东西 不管是在这个虚拟的世界还是现实世界 有钱人的选择确实更多 他们可以任意更换和自己不匹配的头颅 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漂亮 而男主因为经济拮据只能换一些比较差或者年龄大的 唯一买得起的还和自己颜色不对 但又让我想到了这个女孩的外貌下又是什么样的灵魂呢 或许那就是他真正的头颅 而男主最后做出了自觉的选择 他用最真实的一面去面对女孩 而女孩也被眼前这个真实的男主给打动了 很多人总是被外表所迷惑 当然如果能够找到帅气多近能有好的 或者漂亮的那是最好的 但过于追求外在少了内心其实不美 影片中投入营与外表 没有外表或者外表有缺陷的人 就如男主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不受待见被人看不起 往往被人忽视了其内在的灵魂 不要说他们 有时候我们在外也学会了去给自己输在一个好的头颅 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认清自己 不要忘记那个最真实的你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